红小文 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 1963年出生 1995年加入微软 现任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 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 兼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 是国际公认的语音识别技术专家 我知道您在这个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时候 就师从Rodge Ready 这是一个应该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驱的学者 对 所以因为从第一天你就对人工智能 这是您的专业也是您的事业 对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当时会选择Rodge Ready 选择CMU选择人工智能 就是我对这个好奇 人的智能从哪里来 怎么样能够变得更聪明 我当时是因为好奇去学人工智能 貌似是说在人工智能的算法模型数据上 它的技术壁垒已经解决了 只要有足够的数据 我主要建立成熟的算法 我有一个可运行的模型 它可以渗透到各行各业去发生改变 对的 教育行业 对的 医疗行业 对的 交通行业 这我完全同意 但是这不代表 这可以解决这世界所有的问题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我有这个义务就是说 我们要去人工智能的去神话 但也要去妖魔化 就是说这两个是一样的 所以看你怎么看人工智能 就是你刚刚讲的那种应用 有大数据的应用 绝对是的 但是别忘记了 我们人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大数据的 譬如说 人从哪里来 宇宙有没有大爆炸 怎么去收集数据 还有我们刚刚讲的创造力 创造力很多东西是没有数据的 就像爱因斯坦 一百多年前能够预测到引力波 怎么评价百度的人事震动 以及您看好它的人工智能布局吗 人才流动 在我们这个行业是很稀收平常 那么至于说怎么评论这个东西的话 我觉得第一个 我们不在家内部很难去 很难去做什么这个评论 家家又很难念的金 这个我是肯定理解的 如果一个公司没了CEO 没了首席 这公司不赚了 这公司注定不是一个好公司 但是一个像这样顶级的人 就人工智能线人才的流动 会当然大家反思 那百度的内部的人事结构 还是它的这个公司战略 是不是出了点什么问题 或者是需要调整 其实公司还是有非常多 在做科研 不管是管理 或者是说真正做科研项目 有很多很关键的能物 大部分这些人 我了解的科学家跟工程师 是不希望抛头露面 真的 我讲老实话 就是说他们是很排斥的 第一 人那么多时间 第二 很多人还是觉得 我要默默做这些东西 而且大部分都是一个团队 即使今天有一个领寓者很强 他也觉得他这样讲的 好像把所有团队的功劳拿走了 所以很多人很排斥这件事情 好 你怎么评价这个 腾讯的人工智能 腾讯非常成功 它有很大的平台 我们自己都用像微信什么这些东西 然后我一直非常敬仰 腾讯的这个领导层 但是他们一直 其实跟学术界 或者说从学术界 找人来做这方面 跟其他公司比较起来 做的比较少 不叫做也没有 比较少 那么他现在开始做这些事情 也开始意识到 因为特别是AI AI这个领域 其实是真的从学术界 弄出来的东西 所以他们在成立一些 新的部门 所以你也看到一些宣传 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 那对阿里巴巴呢 阿里巴巴是一些很大的公司 所以还有很多部门 他们自己有很多应用 所以他们以前的话是在应用型的 把技术用在他们上面的 e-commerce 或者是他的金融方面 我记得好像是不是上礼拜 要什么NASA计划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他也看到了 怎么样应该 这个做更长远的 对不对 NASA我觉得他那个新闻稿 讲得非常 就是想做一些长远的 技术的投入 所以你评价 现在的人工智能 处于什么水平呢 我会觉得 现在人工智能的水平 离他真正可以做的 大概现在是小六 小六 小学六年级 小年六年级的 但是我是很乐观 根据我们 现在大家的大量的投入 在算法上 在数据上 在计算上面 在精进的话 我是觉得 让他能够达到大学的程度 我觉得十年可以达到 我觉得十年可以达到 我们刚才讲的那些这种 我们不假思索 可以做的事情 重复性可以有个闭环 可以重复做的这些东西 有大数据 我觉得十年应该 可以做到大一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